那包括了这个是前这个海基会董事长洪奇昌 那同事他是民党大佬 他也针对了这一次侯友谊访美的表现 给了一些评价 他说超乎预期 尤其呢他向中间靠 国民党往中间靠对台湾是好事 所以呢现在保台 已不是什么民进党是优势了 已经成了台湾所有的政党共识 好但从选举立场而言 好是我刚刚提到了 民进党没有传统保台优势 那当然洪奇昌提了很多啦 他甚至呢还有特别提到 他访问了一些大型智库 跟重要的参众议员会面 同时见到了纽约市长 又把当年营救南非五官的记忆挽回 他说其实这对民进党来说要谨慎 因为对2024的挑战呢 基本上要从严料敌从宽的角度上 要设想侯友谊这一趟的美国行是有得分的 当然这部分我们等会可以细在讨论 不过我要接着请教亮哥 不管是像洪奇昌也好 或者是刚刚的张静章老师都觉得 侯友谊这一次在美国 尤其美国人对他的表现是超乎预期 那我要问亮哥的是 上一次赖清德从美国回来之后 他的访美效应有反映在他的个人民调上 是指上扬的 可是侯友谊似乎不显著 在个人民调的部分 对因为侯友谊主要是去对美国做说明 那因为美国对国民党有很多成见 讲白讲 就是比如说亲中反美 那侯友谊去 他们发现完全不是这回事 国民党并没有反美 那国民党 然后当然还有另外一些人就觉得 国民党有一些人就是在做生意 然后再搞统一嘛 那我觉得侯友谊去至少表明了 国民党还是有一些是 完全是站在保卫中华民国啦 站在坚持台湾现有的生活方式 这个论述的脉络下 而且目前看来这个是主流啦 所以美国人对侯友谊就放下心了 不过我觉得这个当然也包括美中也在缓和当中啦 所以相对上就不希望找一个 就是只会冲撞中国的人 可是这个部分台湾老百姓还没有接受到 那我觉得这个坦白讲 所以为什么 市场邮宜龙那个民调也是一样 邮宜龙他因为他只做政党民调 那巴西鸡蛋这个问题 当然民进党的民调是重创 可是也还没有显现在赖清德身上 不知道可能他明天就会公布支持度了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就是选战的问题啦 就是说侯友谊个人在美国表现好 那大概在美国或者关心台美两岸关系的人都知道 可是民众没有感觉 而且最近淡的事情闹得这么大 他多多少少的消息又点被压过了吧 有没有可能 这个当然是啦 可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你并没有在打文宣战 你事实上回来台湾你就这样去凸显说 美国更信任我 对 你就要这样讲啊 选举就是这样嘛 然后赖清德是不能被信任的 那我跟赖清德有什么区别啊 那你如果选赖清德就准备迎向战争啊 因为他不受控啊 他即使装的跟蔡英文一样的论述 那事实上他目前所营造的国防报告书啊 等等的局面就是准备战争嘛 我觉得这种话一定要从他嘴巴讲出来啦 对 不然老百姓不知道啦 老百姓不是学这个的嘛 所以我哪里知道你在美国过了那些官 然后回来等于什么 洪其昌当然是专家啊 所以他看得懂嘛 对 可是洪其昌他后面那一段就是 因为他本来就支持赖清德 所以他一定要把他转到那边去 对 他说国民党现在保台也没问题了 可是九二共识呢还是 问题是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 你没有九二共识你怎么跟道路恢复对话 怎么谈交流啊 他为什么不去提这个问题呢 就是赖清德根本没有避战策略 没有跟大陆对话交流的方法 这个才是侯友宜该讲的 就是侯友宜他 我坦白讲这个就是他的问题啦 就好像我就跟你讲过说 在野党要挑战一个议题 至少要连续打两个礼拜啦 不然大家不会听到啦 那巴西这个鸡蛋是大家都有感的议题 而且国民党也是这个很多民意代表嘛 毛起来打 而且打了三个礼拜 第一个礼拜在打金流超市的时候 大家很多民众是无感的 就跟我有距离 对对对 一直打到食安问题大家才开始愤怒嘛 对不对 那可是国民党是前仆后继这样一直打一直打 你没有这样打是人家不会有感觉的啦 你更不要讲外交议题 外交议题距离更远 我的意思说选举一定要打到血淋淋的啦 骑之鲜明啦 你现在就要直接挂看板 选赖清德就等于战争啦 你就要挂出这种看板 要和平只能选择侯友宜之类的 你没有这种看板的没有感觉啦 你不要高估民众对台美关系跟两岸的具体的认知啊 当然那个10月12日那个贸易壁垒调查 那个就是血淋淋的啦 因为很多人会受到伤害嘛 那这个东西你就要抓住一笔就要猛打啦 那你就要去凸显美国有依赖论嘛 你就要去讲嘛 你不讲没有人会听到你的声音啦 我觉得这个都太想当然耳啦 就是这个每天都在看政治新闻的人 我跟你讲人口没有超过10%啦 真正大部分的人都是在 在辛苦生活中 在认真工作中啦 所以鸡蛋的一笔就打到他们 因为他每天要排队啊 每天要那边挑安全的蛋啊 他很有feu啊 那两岸关系 他就会觉得天高皇帝人啦 那事实上明年你就知道非常严重 可是到时候都选完了到时候 所以你就必须要不断的讲不断的讲 那逼赖清德不断的回应 不然赖清德就会派宏奇桑 这种人出来给你这个混游视听啊 就是这样嘛 那讲的好像侯友谊跟赖清德也差不多啊 那差别只在于你还要去支持那个 大家已经充满误会的九二共识啊 就这样而已嘛 那这个就会是民进党的说法嘛 然后他就会说 你看国民党靠到我们这边啊 现在两个政党都是保台政党啊 所以统派是少数啊 我跟你讲民进党一定这样去发展他的论述的 因为他知道这个议题对他不利啦 所以他一定按照他原有的论述去讲啦 所以你一定要非常大声不断的讲战争战争战争 从头到尾都讲战争 赖清德就是等于战争 你一定要这样打啦 不然老百姓没有感觉啦 这个非常现实的啦 而且到时候一定要发动基层 每一个项道都绑布条 挂砍板那种 像之前台中的里长那样子 一定要这样打啦 就是选择赖清德就选择战争啦 一定要这样打法啦 不然这个议题照不起来啦 照不起来啦就是这样啊 第一点就是赖清德是台湾游戏来最危险的候选人 那两岸现在是最紧张的关键时刻嘛 你贸易壁垒就无解了 讲白了啦 那解放军的军机到台103搞不好就是起点嘛 对 就你未来就会陷入更严重紧张的情况嘛 这个真的候选人要自己去发挥啦 那新潮流你就会看到赖清德 那你可以带清德要说你为什么不退出新潮流 这就打到他的要害啦 而且你要讲到那个103啊 还很凑巧 以往任何有这个数字一增长 就是因为那个谁访美 对不对 就是因为他们通过什么法案 就那天要一下到103 早了半天找不到理由 为什么 访美的是侯友仪 你不能说对不起他们派了103 因为抗议侯友仪去访美 因为没办法连结嘛 所以说他们其实用了这些 所有这个共军基建 在我们周边活动数量的增多跟介绍 一直在做政治超市 就一直在做政治的操作 就那天那个103 找骗了整个国安团队 想骗的脑袋找不出理由 最后就是103 103是为什么 103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最后只有派国王部不早讲 共军的最近的这个 这个各种的举动很诡异 居然没有配合我们任何绿营访美 这个出来103是不是 对不对 亮哥 新潮流很容易讲嘛 你只要连结到 为什么超市弹不长嘛 为什么陈其中不敢得罪林冲前嘛 这个很容易懂嘛 就说你未来 你是要选一个民进党最封闭的 派系来执政是不是 然后就是 就是什么都吃干妈净的派系来执政是不是 最排外的派系来执政 这个很多 你可以举非常多的例子 就是这个很多 就是你 我是说你从每一个案件都可以找到 比如说我在讲那个屏東大火 为什么那个许美雪可以当消防局长 消防局长 那个潘泵安留下来的人啊 你知道居于森啊 两个人都是新潮流的 潘泵安跟那个周淑敏都是新潮流的啊 真的是随便一打都是新潮流的人 都是啦 郑文赛也是新潮流的 然后所以我的意思说你 你当然很容易回到具体 就是说你看这些人就是新潮流嘛 你支持得下去吗 然后他们就专门互相互短嘛 赖清德为什么对超市一句话都不讲 对林冲贤一句话都不讲 对云豹一句话都不讲 因为他们都同一挂的啊 那为什么对黄成国一下就跟上人不得参选 对 因为那不是新潮流的嘛 所以你就看出他这个搞政治的本质嘛 就是互短嘛 我认为这个很容易 在具体的个案里面你就找到他的影子啦 因为他太大了 大到大概每一个重要的利益环节 都有他的影子啦 就是这样 对这一听很清楚而且会有感 那就看黄友宇接下来怎么打 因为他在今天开始是 那我再问你台电的董事长是不是新潮流 为什么刚好是云豹 对 因为就是新潮流啊 新潮流嘛 自己人 太阳心全校客废有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心全校客废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客废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对行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他 称他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天的国际研究证实 客废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耸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心全校客废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特菲尔时刻美好 Foodsea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